提到淘太郎,摩摩达楼这个钢山牛仔品牌 玩牛的兄弟肯定是不陌生 作为地表最畅销的日牛品牌之一 淘太郎的牛仔有哪些系列 不同系列的魅力和特点是啥 作为算是日产牛仔小小玩家的我 今天会做一个全系列攻略式的讲解 建议兄弟们先收藏起来 再慢慢的看 兄弟们,我是东京潮流情报员 每周例行探店带来第一首东京潮流资讯 今天咱们来到的是位于东京表参道 一家商场二楼的淘太郎直营店面 一上扶梯左手边就可以看到店铺的招牌 开始餐店之前呢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品牌的历史 淘太郎的母公司 蓝布屋, Japan Blue 是一家起家自日本岗山而岛的 从大正时期就开始专业生产牛仔布的面料公司 一开始呢 只是为日本的各大牛仔品牌提供面料 随着工艺的精进和有口皆碑的品质提升 Japan Blue觉得既然咱们可以生产出最好的牛仔面料 那为什么咱们不做一个自己的品牌来展示工艺呢 于是就决定采用起源自钢山的传统神话故事 淘太郎来命名 2006年从钢山尔岛这座日本的小岛上 淘太郎这个牛仔品牌就诞生了 虽然呢相对于大家所熟知的大阪五虎 算是后来的插班生 但是凭借高品质和相对合理的价位 势头可也算是不得了 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产品 可以看到啊 门口摆了不少品牌最新推出的夏季单品 原来淘太郎呢不只是有牛仔产品 除了鞋子啊全身的穿搭配件几乎也都涵盖了 不过咱们今天重点看的啊 还是品牌最为经典定番的牛仔系列 淘太郎的牛仔系列呢 主要分为出镇 Vintage 铜单 银单 另外还有呢产量极少的传说中的金单系列 主打系列的面料呢 都是自家的钢山工厂原创面料 首先采用的就是进口的金巴布尾棉 这种长棉的特性呢 就是既柔软又强韧 上身舒适呢 且方便活动 但是呢又经得起常年反复的穿着 另一家使用金巴布尾棉的啊 就是大阪五虎之一的Full Count 这里呢先挖一个坑 之后呢我也会为大家探店和讲解 其他的日产牛仔品牌 先说回正题 咱们来看一看不同系列的设计 不同之处在哪 先来看一看出镇系列 相信很多兄弟啊也有印象 就是标志性的双杠图案 双杠图案的来源呢 是日本神话故事里淘太郎 要杀鬼的时候 举着那一面旗子上有两条杠 这两条杠呢上出下窄 于是呢品牌就用了独特的私染的方式 还原了这两条杠的设计 还有另一种说法呢 就是这两条杠在日语的汉字里面 又可以写成二本 发音呢就是你哄与日本的日语发音相同 强调品牌啊全部在日本生产完成 所以说呢也算是玩了一个谐音梗 了解到双杠的来源 咱们再来看一看细节 出阵系列呢一眼就可以识别的标识 就是皮牌使用的是富有光泽且柔软的羊皮 金属扣呢都是银白亚光质感的桃子款式 口袋的衬布啊是带有传统加纹的白色款式 就连固定衬布的钮钉呢都是特有加纹的 这种外面看不到的细节啊都算是做到位了 确实是用心 面料呢都是经过了脱浆水洗 所以触感啊相对柔软 却也能很明显的看到脱凹不平的纹理 这是因为淘太郎的牛仔面料生产使用的缝纫机呢 都是特地进口近百年前 美国开始流行牛仔的那个时期 那个时代的面料商使用的那种传统的老式缝纫机来织牛仔布 目的呢就是为了想要重现那个牛仔黄金时代的氛围感的牛仔面料 而不是现在的廉价机访大露火 接下来呢兄弟们比较关心的耳朵颜色 淘太郎大部分的牛仔单品的耳朵呢都是这种粉色的淘耳 非常符合品牌的名字 一般其他牛仔品牌的赤耳的赤线呢会分布在耳朵的中间 而粉耳的粉线呢是分布在耳朵的边缘上 第一次见啊确实觉得独特 淘粉元素啊还包含了大腿内侧的车线 也是全部采用了粉色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猛男粉呀 酷型方面从窄到宽有紧身锥形 紧身直筒细直筒中等直筒标准直筒等都可以选择 价位呢都在2万日币左右 相对来说啊确实是高性价比 接着来看铜单系列 相比出镇系列啊偏向复刻美式复古的氛围 铜单的设计呢加入了更多的日式元素 标志性的直柔葛皮牌厚度呢达到了3毫米 新牛的皮牌偏白养久了 直柔葛的变色特点就显出来了 变成了偏黄棕的感觉 口袋部分啊没有固定的图案设计 右后口袋的月牙型的带花呢是标配 不过啊也可以加价做定制的图案 店铺里面这一面墙上的定制图案呢都可以选择 就是问了一下店员啊 定制款是需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 愿意耐心等待的兄弟呢 还是挺推荐尝试一下搭配出自己独特的设计的 金属扣的颜色跟铜单系列的名字一样 全部都是铜色的 那日式的元素体现在哪呢 首先腰部内侧的衬布 蓝染的加纹面料 以及口袋衬布呢是类似古部的格纹面料 并且呢还缝了一个陶太郎和鬼怪对质的小标牌 确实啊增添了不少的趣味性 铜单的面料颜色呢有两种选择 偏蓝和偏黑的款式 裤口啊也可以选择是金属扣款 或者是拉链款 定制的自由度啊更高 铜单系列呢耳朵的颜色同样也是陶耳 酷型与出阵系列一样可以随意选择喜欢的版型 价格呢同样是2万多日币 相对于出阵我个人更喜欢铜单系列 确实做出了日系牛仔的特色呀 看完牛仔咱们再来看一看牛衣是什么样的 出阵系列Type1 Type2 Type3都有 同样是沿袭了银白色金属扣的特点 这个系列啊还出了一款背后刺绣的款式 使用的呢是香凉刺绣技术 特点啊是练缝和缓缝配合 让刺绣啊既具有怀旧的质感 又有立体的效果这样独特的味道 价位3万多日币 不过这个系列的左手臂上啊都会有出阵独特的双杠 很多兄弟啊都表示不太能接受这样的设计 介意这一点的兄弟呢可以选择同单系列的Type2 听说这一款呢还是杂质款 上了6月的Mans Fudge 同单的Type2啊整体没有多余的图案设计 保持了右胸口袋的月牙带花 以及呢铜色金属扣的特点 上身试穿一下44码啊能穿出稍微偏oversize的感觉 价格同样3万多日币 这时店员呢又拿来一件号称白金级别面料的高级Type2 不同的银色字体的皮盘价位一下子就上升到了5万多日币 跟同单系列啊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面料整体平整了许多 颜色呢也更偏蓝 就连内里呢都是蓝色的 原来啊在内侧也加了蓝染工艺 然后呢我就顺便问了一下 那金丹是什么价位啊 给兄弟们啊几秒钟的时间来猜猜看 呃居然是到了25万日币 金丹呢一般在店铺里面是看不到食物的 金丹的顾客啊都会选择直接去钢山的工坊去定制 工坊的匠人呢就会专门开一条手工生产线 秉承先赫报恩的神话故事里的精神 手做出每一条金丹牛仔 当真啊是牛仔中的劳斯莱斯了 提到了蓝染 咱们就再来聊一聊为何很多玩家都说陶太郎的牛仔 日不落和洛瑟曼呢 这是因为陶太郎的染色技术浓染 能做到面料蓝染啊重复染色30次以上 洛瑟曼的优点呢就是能让一件牛仔啊随着常年的穿着慢慢贴合你的身体的线条 从而啊加强更具有个人特色的洛瑟效果 比如说这一条啊经过了一整年几乎连续每天不间断穿着的出阵呢 面料和两条杠的洛瑟啊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有这一件出阵的夹克 可能是因为上身摩擦频率啊相对裤子少了很多 洛瑟的程度呢就小了很多 这个特点啊对于着急想要养出一条牛的兄弟啊就没有那么友好了 得有耐心慢慢培育一条牛才能get到浓染的乐趣 也算是陶太郎啊不同于其他品牌的独特玩法 最后啊再来看一看陶太郎一些有趣的周边小商品 这瓶包装如此古朴的牛仔专用洗剂啊看着挺神奇的 可以在洗涤时呢保护面料 还有柜台这里呢挂着的做工精致的小钥匙扣真的是太迷你可爱了 跟自家的牛仔一样还有使用久了会落色变旧 一千多日币的价位啊也不算贵 入一个感觉不亏 一家店铺被我逛了一整个上午 跟专业的店员交谈中呢确实让我对陶太郎这个品牌 也多了不少的了解 如今这个时代啊能做到既向美食古古之境 又同时呢保持东方文化的神韵的品牌 陶太郎呢应该是做到了一个领先的地位 这可能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日牛品牌中呢 陶太郎的销量始终都能保持在前卫 品质和文化并行 好的品质啊也能说出有趣的品牌故事 今天对陶太郎系列的讲解呢就先到这 看到这里的兄弟啊如果觉得这期讲的不错 请为情报员呢点一个赞 从点赞数能看到大家对日系牛仔的热情的话呢 之后我还会为兄弟们安排上更多的日产牛仔的探店讲解 情报员每周都更新 咱们下期见